我們今天來聊一下AutoCAD有趣的一個繪圖方式 就是用曲面來做3D物件 AutoCAD的3D物件有實體有網面 這個在我們之前上課有教過 曲面的部分因為它的更動比較大 我今天好好花了點時間重新研究一下關於曲面的建模 發現了一些很有趣的做法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時間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所謂的曲面的建模它其實有很多的可能性 舉例來說我們先看一個叫做網路的 有一個叫網路的東西 我們來練習所謂的SERV NETWORK 點下去之後它會給你一個指令叫SERV NETWORK 所謂的SERV NETWORK它基本上跟我們前面在講的 用這個EDGE SERV EDGE SERV有點像但是又不完全一樣 我們來做一個練習 首先我們在Z等於0的XY平面上面 我們做一個範圍 為什麼要做個範圍呢 我希望大家待會在工作的時候有一個空間感 我們打一個 at2000都號2000的一個REC 就是一個工作範圍 好那等一下我會在這個REC正方形裡面 我會去產生一個SPLINE SPLINE就是雲形線 那我就是隨便畫 那正交拿掉 第一個點鎖點之後呢鎖點也拿掉 很簡單的做一個造型 不要太複雜 Enter 好那這個是一個雲形線 它是一個2D的線條 當然我們知道可以做一些3D的變化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處理它 所以我們現在複製它 往正交F8 正交往上大概 1500號 沒有為什麼就是一個 概念上的數字 好那 開始這個Project之前呢我建議呢 我們還是 產生一個三個式部的部分 在視覺化這裡有一個式部規劃 我們可以用三個左 三個左 然後做完之後呢這個 右上角選上式圖 那右下角呢選右式圖 然後 左邊的這半邊的圖呢 我們選西南等角式圖 或是東南等角式圖 那我們就統一東南等角式圖 所以我們剛剛做一個REC 然後另外呢做一個SPLINE 在裡面 就是為了 方便大家有一個共同的 參考基準 所以我們現在是一個 在一個2000x2000的一個範圍內 然後 這個 這個雲形線呢我剛剛把它往上複製了 大概 1500左右 OK 好 然後 下一步呢為了做一些變形 我用一個最快的方式呢 我把上面的雲形線呢做一些變化 所以我做個SC scale 然後 對其他的某個終點 那來個0.8 就是變小 把它變小 可以再變小一點 先undo 先undo 這個現在應該是 還沒變小 undo回變小之前 好 現在呢我把它恢復成平行的視覺 這樣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雲形線疊在一起 高度差是1500 然後我把它SC enter 從它的中間呢大概打個0.5 enter 就是故意讓它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變形 然後變形完之後呢 變形完之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移動好了 我們稍微在平面上做一點移動 所以往正Y的方向移動個300 然後往-X方向也移動個300 好 不是扶300 對移動往這邊300 好 那現在這兩個東西隔開來了 好 然後 我等一下呢 要 做一個 怎麼說 要來做一個 讓它可以 待會做一個所謂的 曲面裡面的網面 曲面裡面的網路呢 它需要 其實它總共會需要 四個邊緣 有一點像Edge Surf 網面裡面的Edge Surf 雖然我們需要四個邊緣 所以我就很快的來做一個 例如說我們用什麼指定這塊呢 用SPL 用SPL 所以用SPL SPL之前我們旋轉一下UCS 我們讓UCS趴到這個正方形的左邊的上面的峭壁上面 所以 UCS Enter 然後Y Enter 90度Enter 好 現在UCS已經趴在這裡了 就是很快的畫一下 Enter Enter 所以 這個 這個 雲形線呢 它基本上 基本上 它給了一個 就是 反正就是一個特殊的一個平面 它趴在一個特殊的平面上 就是我現在畫面上的 XY平面上 那同樣的道理 我現在呢 也來做另外一個UCS 這個UCS 我把它趴到這個平面 好 這是為了 教學解釋方便 所以UCSEnter XEnter 就是 好 所以我現在UCS趴到這裡 然後在UCSEnter O Origin 就是原點 原點把它放到這裡來 這樣大家看得清楚 然後 SPL SPL Enter 然後 這邊點 那我現在呢 就是 為了解釋 所謂的網路曲面 所謂的網路曲面 我做了一個這樣的 示範 那 那接下來要解釋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 其實 這裡面有一些tricky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 從這個東西去做LOFT 我們做一個 一般的這種 所謂的LOFT指令 從 A曲線到B曲線 做個LOFT指令 Enter 這個 這個 SEnter 設定 它可以做平滑凝合 那 其實通常 這樣的東西不會太好看 因為只有兩個 兩條曲線來定義一個 所謂的曲面 它通常不會太好看 我把它delete掉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可以再產生一個 剛剛從這一點的高度到這一點高度是 這個 我叫什麼 1500 1500 所以我現在 CO CO CP 對 CO 這個部分 往上 然後 F8證交 往上來一個 1000 好了 那1000 打錯了嗎 對不起 打錯了 CO 然後 然後 我也把它縮小 我也把它縮小 Scale 例如說 0.5 剛剛是 0.5 是不是 現在這次0.7 好了 好 然後 我甚至 把某一個 這個 Spline 裡面的某個點 拉過來 就是要接在一塊 等一下 要做這件事 需要它接在一塊 那當然 我一開始就可以先把 這三段 叫什麼 三段 Spline 雲行線都做好 然後做完這三段 Spline之後 再來做左右兩側的Spline 或者是Arc 或者是TL 其實都是可以的 好 那我現在就要來示範這個網路曲面 那在平面上再看一下 這三條雲行線沒有疊在一起 然後接下來 我做網路 網路之後 在做網路之前 我教大家一下 這個 在F1裡面去看 說明 那如果你的滑鼠停久一點之後 它會跳出一個更清楚的說明畫面的時候 這時候按F1其實是可以跳出 一個更清楚的一個說明方式 那你看到這個說明裡面 它其中的一二三是第一組 然後 一二三四 第一組 然後五六七是第二組 我不知道這樣講 大家懂不懂 一二三四是某個方向的網路 然後 五六七 是另外一個方向的網路 也就是說它這個網路基本上也是從 兩個方向 我們如果 一般在 直角坐標軸叫XY 那在這種 3D曲面跟網面的世界裡面 它不叫XY 它叫U跟V 因為它已經沒有 絕對的X跟絕對的Y這個觀念了 所以它叫U跟V 所以它需要兩個方向來建立這個 曲面的網路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就 在曲面的 工作群組裡面 那再強調一次 這個是從 3D塑形的工作區裡面的 第三組 Tab 第三組頁簽裡面的網路 好 那它的 這個 這個 指令呢 叫做Serve Network Serve Network 它是 倒倒地滴的 曲面 所以就是Service來的 所以 所以我們點這個網路 所以 一 二 三 這是第一組 然後就Enter 然後接下來問你第二組 四 五 Enter 好 那就做出了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跟之前的 跟之前的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就之前我們如果直接做Loft 有什麼不一樣的 我來稍微解釋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東西 Move開來 好 Move為了要留著它 Move 3000 好 這個我們給它一個顏色 方便期間我們給它一個 隨便給它一個顏色 就我們在旁邊擺著 好 我這裡面要解釋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說 如果我直接Loft會變成什麼樣 Loft 那如果直接Loft的話 你會得到的結果 是很不一樣的 是很不一樣的 SEnter 就算這邊改來改去 你怎麼改呢 你都不會得到像剛剛那樣子的一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種網路曲面 你會得到的是另外一種曲面 這個曲面 它就會有一點像是 完全它自己要去抓 這三條線之間的 這把他移到這裡來 六千 這要抓這三條線之間的幾何關係 而不會再加上這兩條 所謂的UV的V V方向的一個考慮 來做更有趣的一個 怎麼說 變化 就是控制 來控制這個曲面的一個變化 所以這一點就 跟原來的這個Loft 斷面混層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講了 斷面混層是純粹的 斷面混層 我把這三個終點連起來 那我這邊相對的弄簡單一點 我只是想要解釋一個事情 就是說 這個 這個剛剛UV的V 其實這個網路 你可以有很多條 譬如是CP 我現在把它複製到旁邊來 然後呢 我把這個東西 控制有側點 隨便把它找地方擺一擺 把它找地方擺一擺 那找不到的話 就NEA 強迫鎖點 然後這也是一樣 NEA 強迫鎖點 好 那這個東西的好處是什麼呢 你可以加更多的控制點 所以讓它的那個波浪曲線的形狀呢 變得更能夠被你來控制 我 雲行線 我再加 顯示控制點點 加點 加點 怎麼加 顯示 加入擬合點 好 算了 不加了 這個暫時 這個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明星線是可以再加更多的這個控制點 好 那 我也可以再 好 那我就重新再做一組就好了 好 再 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比較快 好 算了 SP 上一點 然後再 NEA 好 然後 再往上一點 直證交 好 然後再 NEA 好 Enter 好 那 現在這個 SPL呢 我的控制點 比剛剛的那個只有三點的 再多一點 所以我就故意讓它再 再誇張一點 浮誇一點 好 讓這個 SPL基本上已經是 這時候不要不要說點 好 已經是 到了這個 人神 共憤的一個境界 好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這個已經不知道在畫什麼東西了 有一點誇張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能不能長得出來 所以 還是稍微收斂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當這個 我們使用網路 Network的方式來做Service的時候 它其實增加了很多的 控制的可能性 這個純粹用LOFT是做不出來的 LOFT的話 你就要做好多好多好多的 這個截面 我們以前用來做3D實體的時候 要做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截面 每一個 你覺得需要控制的地方 你都要加 這個新的截面在裡面 那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以看得出網路 曲面的一個優異性 來 所以 我們 我們看一下 這個會得到什麼結果 Ctrl S一下 整個檔 比較安全 好 那 甚至呢 好玩一點的話 我可以再把 因為雲形線是3D的 所以利用正交模式 我可以把這個 雲形線的上跟下 再做得更誇張一點 做得更誇張一點 但是你移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記得什麼呢 不要把 這個 U跟V的這些 定義線 給扯開了 好 這一扯開之後呢 會得到什麼結果 我不知道 所以你這邊重新要再拉回來 確認一下 都在 確認一下都在 好 所以我現在上下的這個 從這個上平面 可以看得出來 我現在把這個顏色 改一下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三條 U方向的線 三條U方向的線 我換個顏色 我現在放個顏色 OK 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我甚至呢 這裡做一點 做一點上下的波浪 這邊做一點上下的波浪 沒有為什麼 就是for fun OK 好 那我們來看看它會變得怎麼樣 有一個小問題 所以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原來有一些側點 你要把它拉回來 黏在一起 你如果不拉在一起的話呢 我猜 我猜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 只是為了 示範的方便 所以我就是很快的去找到能鎖的點 就隨便鎖一鎖 將就的使用一下 好的 這樣應該就是所有東西都接在一起 再檢查一次 所以你的U 每一個U跟每一個V呢 它都會交叉 它都會交叉 好我們來Ctrl S一下 然後執行這個網路的 這叫Serve Network 所以它會先選U U方向 U方向 選完之後Enter 然後選V方向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Enter 開始算 它會算一段時間的 因為我剛剛這個已經弄得有點複雜了 我剛剛有一個地方不好 這條線弄得不好 它應該是失敗的 失敗 這兩條不應該併在一起 不應該併在一起 我們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所以 網路 這個V 網路 先選這個 部分 U Enter 再選V 這次如果再失敗的話 我會考慮拿掉 一兩條線 可以了 成功了 就剛剛不小心 因為把其中的一組 V 跟V裡面的兩條線的頭 不小心貼在一起了 才會產生一個很奇怪的結果 所以這個就是已經非常非常的 Freeform 就可以做得非常的有趣 這樣子 那我現在這個 當然這個有一點像一塊布 它飄得比較厲害一點 那 今天晚上我在研究這個曲面的用法裡面 發現它有很多好玩的 比如說第一個它可以偏移 那如果你這個 這個已經扭得那麼厲害 你的偏移不能太大 所以我們做一個偏移的練習 所以我比如說選它 然後Enter 然後它只偏移距離 我先試試一個小的 5Enter 我們這個是2000x2000的範圍 如果5Enter的話 應該是可以的 試試看 有成功嗎 有 應該有 成功了 所以它就會做出一個 跟它間隔5的一個曲面 兩個間隔5的一個曲面 這個是有做出來的 好 那另外呢 呃 這個叫什麼 曲面呢 它還可以 這種曲面還可以做Thicken的動作 這個今天像我們上課的時候 有說T-H-I-C-K-E-N 然後選它可以增後 增後 增後多少呢 譬如說隨便的增後個 試試看20 不行的話你就要減小 這個我有說過原因 這個是 它在運算的過程 回轉半徑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這個20是成功的 所以我可以把一個曲面 變成一個實體 但是你現在點它的時候 你要小心 因為曲面增成實體的過程 變成實體的過程 它其實會在原來的位置 它會放在原來的位置 所以你在點它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 你不確定你會點到曲面 或是網面 所以你要Ctrl-E 看它的性質 更正 確定要選到曲面或實體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曲面移開 譬如說移開1000 好了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這個 我移開的是 對不起 我剛剛移開的是實體 我點到的是實體 那這個實體移開呢 你可以看到它 這是3D實體 那後面那個還是原來用 這個原來用這個網路的方式 做出的曲面 所以它會寫曲面刮虎網路 好 到這裡呢 我想 我們大概 介紹了曲面的幾個功能 第一個是網路 第二個是加厚 增厚 Ficken 第三個是它可以做偏移 那事實上它還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事情 譬如說如果我想要 我想要在這個 曲面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曲面 不是實體 也不是網路 比如說我們就 最後 這個 我先把這個Offset拿掉好了 這個已經沒什麼價值Offset了 就是那個偏移的部分拿掉 好 我現在想要再 好 我們就剛剛其實我 我前面有稍微練習了一下 就是說我如果希望能夠在 這個曲面上面去切掉某一個部分 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利用一個曲面來把另外一個曲面結掉 所以這是一個曲面 它可以把另外一個曲面來結掉 那我們看看怎麼做到 好 好 舉例來說 我們剛剛那個模型做到一半 好 先把這個3D實體的部分 拉到遠遠的地方 來個9000 好 哇 9萬太遠了 好 不要把它滴滴在9000 OK 好 那我最快的方式是 應該是在這一個 2000乘2000的方形裡面 去做一個小小的什麼斷面混層之類的 所以我現在 嗯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不管 U.C.S.Enter W.Enter 先回到 W的這個 就是世界的 座標裡面 然後 從上市圖來好了 從上市圖我來 A.Enter 然後F3 鎖點 打開 鎖點沒有端點嗎 應該有吧 R1一下 現在這個有時候 鎖點會突然沒跑出來 所以我會在滑鼠 在不同的試步點一下 然後再R1 Enter R1 所以R1Enter之後 A.Enter 有了 1 2 3 做一個弧線 那這個弧線呢 是穿過這個 這個曲面的 然後 為了方便起見 我做一個Offset Offset 這個是2000x2000 Offset 500 Enter 然後 把這個Offset500過來 所以我現在 在同一個平面上 有兩個弧線 彼此的偏移距離是500 然後我把 比較小的這個弧線 往上拉 來個 2000 OK 所以我現在有兩組弧線 我現在有兩組弧線 兩組弧線 那 直接做斷面混層嗎 嗯 斷面混層再拉出來的話 會是 其實也可以搭得很漂亮 那我們就斷面混層 所以Loft 然後選A 選B 選完之後呢 不要急著按Enter 這時候會有很多的選項 我們按一下Enter 對不起 就是按Enter 然後才會出現設定 SEnter 然後這時候 你會看到 直紋面 平滑凝合 是一樣的 髮向指向 好 髮向指向 髮向指向 這個部分還不錯 因為它看起來 就是一個比較有 有 有水準的一個曲面 我們按確定 好 那我們現在這個曲面呢 已經把另外一個曲面 產生了一個 切的一個效果 那我們來想想看 它能不能真的切 我現在不太確定的是 因為它下面沒有包住 如果沒有包住的話 能不能產生真正切的效果 來我們試試看 所以我們看到 這邊有一個叫修剪的 它就是用一個曲面 來把另外一個曲面 相較的部分把它切掉 看起來是要相較 所以我這個部分可能會失敗 我們待會再重新拉一次 這個 要切的這個 斷面混成 這可以重做 沒關係 我們先試 修剪 那它要修剪的曲面 選A Enter 然後要選取切割的曲面 選B Enter 然後 要修剪的區域 假設是這裡 Enter 就修掉了 好像 好像也不用跑完 不會跑 沒有跑完 它還是自動把你剩下的部分 就是有點像順勢把它長完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曲面切掉 按照我們要的方式來切掉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所以這個是屬於修剪的部分 好 我想想看 再來是要講一個比較複雜的 我們到這把椅子 我想 剛剛一開始 畫面裡面有帶到這把椅子 這把椅子很有趣 這是我今天晚上新學的一個 很厲害的功能 叫做 這個叫什麼呢 這個叫做 Nerbs Nerbs是一個 有趣的功能 我剛剛查了一下 Nerbs 它是Stand for Non-Uniform Rational B-Spline Curves 解釋一下這句英文 這句話的英文是說 它是一個非均勻的 那Rational 這個原來的意思應該是理性的 非均勻 然後 Rational 這裡是不是有理數的Rational 那個同一個字 那B是什麼呢 B叫做貝茲曲線 這個應該不好念 Besir 我亂唸 Besir 這個是貝茲曲線 是某一個 這個 某一個人叫貝茲 每一個人叫貝茲 法國 果然是法國人 叫 Pierre Besir 所發表的一個 貝茲曲線 他在1962年 他是用來做這個電腦 繪圖的一種 高階的 曲線 那這個貝茲曲線呢 我們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動畫 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他利用幾條很簡單的 測點或者是 切線 就可以拿來做 非常複雜的一種 曲線的一個變化 所以他利用他的 這個不管用三接或四接的方式 甚至五接的方式 來做這個 被之曲線的一個 概念上的展示 那這部分呢 我想也不用懂 我們在AutoCam裡面 就是只要能夠繪圖就好了 所以他也不需要真的去 懂他的數學 這看到是數學 我頭皮都發麻了 所以我們回到 回到AutoCam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挺強的 這個叫控制頂點的方式 就是利用這個NURBS的方式 就是來做這件事 我們來看看怎麼做 好 所以首先呢 請各位到 右下角的右側視圖來 那我們也是一樣 我們建立一個大小 就是一個範圍 方便大家來 來學 有一個共同的範圍 所以我們在右 右側視圖 我們打個REC 我們做個1500x1500 就是一個1.5x1.5的一個 一個長方形 好 那我們會打算 待會兒會在這個裡面 來做一個 一個有趣的 屬意的 NURBS的一個練習 好 那為了做這個NURBS的練習呢 一樣的 我們在右側視圖的這個REC裡面 我們打UCSEnter OEnter 把原點放到這裡來 那原點放到這裡來 原因是因為我接下來要換來一組曲線 這個曲線是用Spline 也就是雲形線來做的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範圍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原點 所以待會兒大家畫出來的時候 畫出來的時候是畫在Z等於0的XY平面 所以我們打Spline OK 然後呢我們不要鎖點 不要鎖點 我們就是稍微有一點在這個範圍裡面畫就好了 所以大概畫一個這樣的形狀 然後正交拿掉 大概建個 六七個點 七八個點 無所謂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做一把椅子的形狀 做一把很特殊的造型椅的形狀 然後差不多了 Enter 我看一下我幾個測點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差不多 然後畫完之後呢 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雖然雲行線不是貝茲曲線 我不確定它是不是貝茲曲線 但是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它運作原理很像 也就是說當你改變了其中的一個測點的時候 那其他的點呢 會就是相鄰的點 它會做相鄰的點跟相 這個這個附近的曲線呢 它會做一個對應的一個變化 它會做一個對應的變化 所以這個在我們工作上面是很方便的 所以你先確定的你現在畫的Spline 是在同一個Z等於0的平面上 從這個平面來看它是Z等於0的XY平面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這把椅子呢 要產生一個 這個產生一個所謂的厚度的彎曲的厚度的效果 那我們假設這個彎曲的厚度大概是一個80左右的一個彎曲的厚度 所以我們Offset Enter 然後選80mm Enter 然後讓它往上或往下 我就往下 Enter 那雲行線 然後最後要記得 Offset 完要再按一次 Enter 雲行線呢是一個有一點 有一點 有一點讓人家很煩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它其實 原來你在做這個 雲行線的時候你做的很瀟灑 你八個點畫完 可是當它做Offset的時候呢 它要去 這個一步一區的去跟著每一個點 都是差80的情況之下 它會產生非常非常多的 非常非常多的側點 所以這個第二組雲行線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AutoCAD的這個控制點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功能 叫重新建置 重新建置 它可以讓你去做 包括對這個雲行線做一些新的變化 所以我選它按下去 然後它就問你這個控制點要改 它就是說 控制點技術它現在有168個點 那我回到八個點 那你用幾次的曲線來做呢 我還是回三次 然後 是不是要刪除原始 我們先預覽一下 預覽接受嗎 Escape回來 這是剛剛的對話框裡面有寫 Escape回來 我加 我弄到12個點 然後再預覽一次 12個點看起來好多了 然後Enter 接受 所以呢 它現在用了12345678901112 它總共用12個點來做這個 這個新的Offset出來的東西 不像剛剛的168個點 那個畫起來太可怕了 所以我這邊只要稍微微調一點點就好 如果你不是很滿意的話你可以 這個其實已經有點像被制曲線了 這個原來的不是 這個因為它已經是重新建置的關係 那這個控制點一加進來之後就會變成被制曲線的一個概念 好 這假設呢 我們調整的差不多了 我們調整的差不多了 那做這一組Offset的原因呢 是 等一下 不是這裡 這個是我前面畫的 我們剛剛上課之前畫的 做這一組Offset的原因是因為我待會兒呢 希望 我在這一個有點像 椅子旁邊的這個假厚度的部分呢 我能夠做一個 往下走 而且往外彎 這是往外彎 往外跑 而且往下走的一個效果 那為了做這個事呢 所以我先做Offset 所以Offset完之後呢 我們在正交模式下 把這個東西呢 往這個方向 就是 從左半邊的X方向 左半邊這一張圖 坐標走的X方向 X方向 然後F8正交 我們移動個80好了 移動個80左右 所以現在呢 看起來是長這樣的 所以從 側PO圖來看呢 它是這樣的 然後從這個 正式圖來看的話 是這樣子 所以 如果Ready以後呢 Ctrl S 一下 那我們就用最 單純的斷面混層 那今天又學了一招 斷面混層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待會兒會看到就是拔摩角度 所以我們先選A 再選B 選完之後Enter 然後選S Enter 你這時候要選S 設定 如果你不設定的話 你將來呢 能夠使用的 這個選擇性很少 我舉個例子 像剛剛 我們這是用Loft做出來的 那你Loft呢 你一旦做完Loft之後 你只有這幾個選擇 你基本上 不太可能再去設定 拔摩角度那些有的沒的 所以 所以要設定比較細的東西 在 第一次做Loft的時候 就要把它做完 Loft完之後 第一次按Enter 選S Enter 設定進入 那我們選拔摩角度 那拔摩角度呢 如果要好看的話 它有一個有趣的東西就是 我們把結束的角度從90 改成0 改成0 按確定 它就會出現一個比較像是 怎麼說 就是會比較 像這裡它會這樣彎過去 它會這樣做一個彎過去 那 0度會跑到這裡來 對不起我好像選錯了 看看 重來 Loft 先選 先選 我剛剛是先選哪一個 先選 我再選一次 先選 A再選 B 按Enter 按SEnter 八摩角度 然後 結束角度 那這次我選0了 跟剛剛一樣 結束角度選0 Enter按確定 0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0會變成這樣 看起來好奇怪 好 那如果 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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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ft 選 A再選 B Enter sEnter 然後 八摩角度 這個選 Enter 還是很奇怪 我必須要參考一下我今天 這個 學習的來源影片 來源影片 所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今天一開始去學習這個 這個剛剛做到一半要給大家看的這個檔案的做法 我稍微看一下它這裡的 到底它的八摩角度是選多少 這邊 這邊剛剛都已經說過了 它是英文版的 而且沒有說明 從回到尾就是一路滑鼠點到底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選完之後 選擇Setting 選擇拔摩角度 選擇0 我在懷疑是因為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前面的那個 那個叫 測點 數量不一樣 所以會看起來非常不一樣 所以我待會可能要Undo一下 我這邊先暫停 我需要Undo一下 所以我把這個Delete掉 來重來 這個也不要了 重來 因為這個會出問題 所以這個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所以八個點 我就只能用八個 來 沒關係 我們先Offset 然後 80Enter 選它 選過來 然後現在出現的 可能有168個點 沒關係 我們把它重新建置 然後 這裡要選 8 因為我們剛剛是用了 八個點 這邊選3 刪除 那如果這時候 看起來不太像 你就是手動微調 重新建置的時候 他沒有那麼聰明 但是你就手動微調一下 沒事的 手動微調一下 這樣子 調調調調 調到你覺得 你覺得跟原來的這個 Offset 八呢是比較接近的 我們再試一次 然後我把這個東西呢 在 X方向正交移動 然後 再試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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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ft 然後 還是我直接點這個 一樣 一樣 Loft A B Enter S Enter 然後 巴摩角度 這個選0 確定 確定 不知為何 第一次做的沒有這個問題 第一次做的沒有這個問題 那 現在其實有點想不通 想不通為什麼 為什麼剛剛 用同樣的方法 這個 算出來的角度是 是長的不一樣的 還是因為我的 我看一下他的SPL的一開始 畫是從哪邊開始畫 他是由下往上畫 這個應該沒有影響 我也是由下往上畫 這個應該沒有影響 嗯 現在有一點 找不到原因 他這裡做了一個很奇怪的 翹驅 動動換 好了 沒關係 先這樣子 還是因為我的 這個 我這個移動的距離 80 不夠多 我試一下更多的話 會怎麼樣 我現在再移動個20 Loft A選B Enter 選S Enter 選拔摩角度 改成0 按確定 還是一樣 嗯 嗯 垂直於所有的剖面 這是垂直於所有的剖面 這是平滑凝合 平滑凝合不好看 這個時候不好看 垂直 拔摩角度 會變成這樣 它產生了一個奇怪的 反折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好啦 我先忽略它好了 沒關係我先忽略它 好 那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 產生 這個椅背的主體部分 椅背的主體部分 所以 這方法是這樣的 直接用擠出的方式就可以達成 怎麼做呢 嗯 我們 選擇 待會要選擇 這個邊 存檔一下 待會要選擇這個邊 然後把它往 正交的方向直接擠出出去 所以呢 我們就直接按擠出 然後按Ctrl鍵 Ctrl鍵是表示你可以 選擇 點線面 選擇這個線 好 Make sure 你的這個邊 這個邊緣呢 已經被highlight起來 然後 Enter之後呢 它就可以直接往這裡擠出 那因為它剛剛的拔摩角度是90度 就是 起始 就是 Loft的這個曲線 它是90度 所以它 擠出的時候 它會往 那個 90度的方向擠出 那我們就 打 因為 跟Z的方向是 反的嘛 我們打 負 剛剛是 105x105 我們就負 90好了 椅子有那麼快嗎 負80 負800 負800 但為什麼 好 那這樣就做出來了 好 這樣就做出來了 嗯 還是不懂 還是不懂 它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裡會有一個很奇怪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勾 那第一次我做的時候沒有 那 我第一次做的時候完全沒有這個勾 不過這個勾也蠻好看的 我們就先 總認它一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要把這個部分做個MIRROR 這個部分是剛剛提出的 其實這兩個也是變成獨立的曲面 一個是 從Loft 斷面混層做出來 一個是從 這個 曲面擠出來的 這曲線 剛剛有一條曲線擠出來 那我現在可以把這個單獨的 物件就是剛剛這個斷面混層的物件做個MIRROR 好 那3D的鎖點是F4 F4會控制3D的鎖點 那我們待會有一個邊的鐘點打開 然後 這個按鈕按下去 或是按F4呢 把這個3D的鎖點打開 這個我以前很少用 那也是看的剛剛那個影片呢 覺得很有趣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何謂3D的鎖點 所以 首先 這個3D的鎖點 F4打開了 然後選擇MIRROR 打MIRROR的話 哪邊有MIRROR 上面看到 MI試試看 選擇這個物件 選它 Enter 不對 MIRROR3D 找一下 等一下 應該是在常用裡面 常用裡面的修改 修改裡面呢 它這邊有一些3D的近射 3D的移動 3D的對齊 這個部分我其實也沒有很深的研究 基本上 3D旋轉常用 3D Rotate 但是我喜歡用的另外一個指引 叫Rotate 3D 那是比較 從舊的AutoCAD系統來的 Rotate 3D 3D Rotate不太一樣 那這個3D MIRROR3D Rotate 3D Move 這個部分都是 比較 比較3D視覺化的一個編輯方式 我們做一個看看 來 3D 鏡射 對不起 3D鏡射 然後選擇這個 斷面混層的邊緣 然後Enter Enter之後 它會問你說你要對 你是3D的鏡射 所以你就需要給它一個平面 那我們可以選擇現在的YZ平面 選擇現在的YZ平面 所以我們就直接點YZ平面 然後這時候它會需要YZ上面 YZ到底平面在哪裡呢 我們就指定在這個終點 然後它說是不是要刪除來源的物件選否 它就直接MIRROR過去 它就直接MIRROR過去了 它就會產生一個 剛剛這個斷面混層的一個鏡射 然後再來呢 再來呢 我們這個椅背呢 因為這樣太呆板了 所以需要一點 比較有趣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們就開始引進這個NURBS 就是曲面 這個叫做NURBS 就是Nuniform Rational Bezier Spline 那這個其實在 在AutoCAD裡面呢 打NURBS 你會看到關於NURBS這件事情 就是說它會利用 主要是兩種東西 一個是貝茲曲線 Bezier曲線或雲形線 為基礎 那貝茲曲線就是 像剛剛有加入了一個 這個控制點 它就會變貝茲曲線 那雲形線是我們一開始 單純用Spline畫出來的 那個叫雲形線 所以它利用這個方式 來做曲面的編輯 會變得非常非常好用 甚至比我剛剛試用的結果 我覺得比這個網面還要好用 我們來看看怎麼回事 所以首先我們回到 不要用2D線架構 我們選線架構 看起來長得很像 但是線架構是屬於3D的 那2D線架構是屬於2D的 所以我們用大部分待會 會使用線架構的方式 來觀看這個模型 那首先呢 就是這個曲面 它就是剛剛用 擠出的方式所長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把它直接轉換成Nurbs 那轉換成Nurbs之後呢 它其實會 等於會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所以你會同時有原來擠出的曲面 還有這個Nurbs的曲面 所以我們按一下 選完之後呢 它就做出來了 那事實上它這時候疊在一起 你不把它Move開的話呢 你會看不到 所以我把它M開 你應該會看到其中一組 我把它往 我畫面的左邊移動1500正交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到一個叫做 用這個Nurbs Nurbs做出來的一個曲面 這跟原來這個曲面看起來一模一樣 但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因為Nurbs的差別是 如果我現在把它的控制點 CV代表它的這個 控制點看出來的話呢 所以我要看到它到底這個控制點在哪裡呢 現在是整個看不到的 是等於有點像隱藏的 所以我要展示這個控制點 我就點它一下 然後我把這個Nurbs的控制點打開 好就會看到它原始的控制點 好 那它現在原始的控制點呢 其實 這個方向只有一排兩排 然後另外一個方向有 12345678 12345 12345678 9 10 所以中間有8點 上下有12345678 9 10 好 我們記住這個數字 我們記住這個數字 然後呢 我們一樣再按一次重新建置 我們上次按重新建置的時候 是把一個雲形線 有太多的側點 因為它是用Offset做出來 它有168個側點 所以我們用重新建置的方式 來把它的側點的數量減少 那這一次的重新建置呢 我們是打算要反過來 我們是想要把這個Nurbs的 曲面的這個側點增加 所以我們就 按重新建置 然後選擇這個曲面 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告訴你說 現在U方向有12個 我猜那個12應該是原來的12 12它怎麼定義 就是死瓜糊石 就是12個技術 然後Y方向呢 U方向跟V方向 這個V方向目前只有2 那它是建議你說 根據這個尺寸來看的話呢 它會建議你呢 衝 我想想 根據這個尺寸來看 原來是U方向原來只有10個點 希望你改成12點 那V方向原來是2點 你希望改成5個點 那你就按 一樣是三次方 三次方 U方向的 但是V方向現在很呆板 V方向的這個曲線很呆板 它現在是一次方 你可以改成三次方 那這是V方向 那U方向原來是三次方 就維持三次方 因為次方越多呢 我相信它運算會越久 然後會刪除掉原來的幾何圖形 因為我原來我們的那個 這個幾出的曲面還在 我就把它刪除了 按確定 然後這時候就看到更多的測點 更多的測點 那其實這時候已經不叫測點了 基本上它會把它叫控制點 那基本上它可以像 像我們之前在玩網面 3D網面滑鼠那樣子 就是你按Ctrl 按Ctrl 然後 然後這個你可以 你可以這樣子來編輯一個 一個網面是非常方便的 非常方便的 所以基本上 我不要這樣隨意改 我們一起來好了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希望它這個頭的地方有一點凹進去 所以我按Ctrl 或者是 這邊可以做 頂點的控制 點下去 然後這邊可以做展示空點的 這個移動空點的選擇 或是旋轉 或是比例 這在網面說 說解釋過 所以我們點下去 然後 拉 往後一點 那我們給它一個數字 往後移動個50好了 好 那到底這個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看起來沒有什麼效果 看一下 為什麼沒有效果 是不是因為只有單點有了 再 再 再 100好了 一定有效果 所以它會產生什麼效果呢 我們到比較 3D視覺化的形式來看 我們用明針 就可以看到明顯了 這裡凹進去了 這裡凹進去了 好 那這裡目前我們不要玩太多 我們等一下 Ctrl-Z好了 這裡先不要玩 來 Ctrl-Z 好 我們這裡先不要玩 我們繼續 來看一下可以怎麼做 首先 我想要利用這六個點 利用這六個點來做一個往上拉的動作 讓它可以像現在這把椅子這樣子 往上拉的一個感覺 好 那可以直接做出來 所以呢 我們這時候要利用一個 篩子 就是這個頂點的篩子 點下去 然後同時 同時呢 我們練習一下 就是說它可以這樣子 就是 滑鼠左鍵點下去 然後按著不放 然後讓你的 這個 鼠標 跑一圈 這樣子可以一次選六個點 好 那一次選六個點之後呢 我如果這時候往上拉 各位就會看到這個有趣的效果 所以這時候利用這個 方式呢 我可以先垂直往上拉 為什麼先垂直往上拉呢 不用急 因為 一次控制兩個方向很難 而且你到時候會反而容易跑掉 所以我們這先垂直往上拉 拉的覺得舒服了 放下去 然後呢 換到另外一個方向 我們可以看這個側邊的圖 然後呢 一樣滑鼠呢 停在某一個側點 就會以它為中心 然後再往後拉 在拉的時候 各位注意到右邊的圖 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拉的範圍越大 你會影響到的零邊 還有相靈的面會越多 這樣子 OK 好像 好像我不應該拉到下面的側點 Ctrl-Z 我覺得可以選三個點就好 可以選三個點就好 好來 再一次 所以 控制側點 的篩選物件 選擇然後Ctrl鍵按著不放 好這是一種選擇方式 然後滑鼠停在中間的這個側點 然後往上移動到藍色的RGB B 藍色的棒棒往上拉 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 好 然後 我可以再做一次一樣的事情 我可以再做一次一樣的事情 然後 往上拉 這樣感覺比較自然一點 感覺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 Again Ctrl鍵 好 Ctrl鍵就是滑鼠 點下去 然後 對不起不用Ctrl鍵 滑鼠點下去 然後移動你的滑鼠 繞一圈 嗯 不是沒有 因為他這個 跑掉了 再點下去 這個要點下去 滑鼠點下去 然後 繞一圈 包起來 然後 然後 往上拉一點 然後 可以往右拉了 好 然後 滑鼠停在這裡 然後往後拉 這裡叫做往後拉 往後傾斜 好 看一下整個樣子 OK 好 差不多 然後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這時候 控制一下這個點 Ctrl鍵按著 就可以直接控制這個點 這個是我們之前 大概有教過了 好 給一個數字好了 100 Enter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很輕易的來控制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椅子 我把這個方形的框框拿掉好了 這個是剛開始 為了大家有一個統一的 一個 Scale 然後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用 擬針的視覺形式感受一下 好 現在這個新的一個調整 大概是長這樣子 好 我覺得不夠激烈 不夠激烈 我們可以 換成 帶邊的瞄 沒有用 還是換成 線架構 好 這次呢 這次我再動一下 Ctrl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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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準一點的話 可以這樣 滑鼠停在中間這個點 這三個點一起往後拉 好 往後拉之後 打個 100 150 這樣 這樣感覺很 很 那個曲線 動感就出來了 曲線動感就會跑出來了 有的 中間凹進去了 後面突出來了 可以 好 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有這兩個 兩側的這個有點像 特殊的這個 假厚度 那這兩個角厚度呢 它其實 在我們這個 上半部 就靠近頭這裡 它並沒有延續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什麼方式來做呢 我們可以用 我想想看 應該可以用混成的方式 我們試一下 混成有個特殊的功能 我們點下去 混成點下去之後呢 它混成要第一個曲面邊 我們按Ctrl鍵 點下去 就會這一條 邊緣就會highlight 然後第二個呢 點這裡 Ctrl鍵按著不放 好 所以這兩個待會要做混成 然後它會需要一個 導覽 就是導軌 看一下 再一次 Ctrl鍵 然後 再試一次 是斷面混成嗎 是吧 所以先點它 然後 Enter 想一下 好像想起來了 不是這個混成 要用斷面混成 用斷面混成 所以斷面混成 點下去 然後按Ctrl鍵 選這個邊 然後 第二個 選這個邊 也是Ctrl鍵按著不放 然後結束之後呢 你會需要一個路徑 選 路徑 路徑的時候 也是Ctrl鍵按著不放 選這個當作路徑 哇 成功了 好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很快的 把這個上半部完成 它基本上會 會順著你 原來的這個曲面來動 那 剛剛其實這個 這個邊看起來會有一點 沒那麼自然 稍微 我稍微調整一下 我delete掉 稍微調整一下 我覺得要怎麼樣看起來更自然 其實還蠻難的 所以也許是這個點 這個點 往這邊多一點 正交模式下 正交嗎 現在是正交模式下 來個50 好了 然後這個點 Ctrl鍵點著 然後 選 這個滑鼠移動到紅色的 棒棒 讓它出現金黃色 這個我們在網面的時候 交過 往這邊拉50 Enter 這樣會不會比較自然一點 我們試試看 就不要讓它那麼的Sharp 甚至我 其他不要改 來 我們再一次 斷面混成 Ctrl鍵按著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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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就夠了 如果你這樣直接Loft 是沒有辦法用的 所以你要選擇 Enter之後你要選擇路徑 P P Enter 然後一樣 Ctrl鍵按著不放 點它出來了 這樣自然多了 Enter Enter 結束了 這樣稍微好一點 但是我相信這個應該可以再修一下 可以修到非常非常的Smooth 就比較沒有那麼 不會看到那個邊 好 那最後最後呢 在它這一份 在這個檔案裡面呢 它做了一些 有趣的動作 我們來試一下 就是它接下來要做 加更多的測點來產生更多的有趣 因為它原來是只有6乘12之類的 5乘12的 我們看它怎麼加 所以我先回到 限架構 好 那這邊呢 一定要回到限架構 如果2D限架構是不Work的 那限架構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一下它現在呢 是這邊有12345 就是這個曲面上有12345五組的 五行的控制點 UV裡面有一個 那這個算U還V 這個算V吧 V有5行 U有12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加 所以 就按一下加入 那你滑鼠移到這裡來點一下 那你可以加在任何地方 這時候它會很奇怪 它會把證交打開 所以你要把證交關掉 不然會很難動很難動 證交關掉 或者證交打開直接給數字呢 往右拉 然後打 我試試看 打50 Enter 這樣會聽你的話 Enter 好像會 關掉 證交關掉 這邊 這樣可以加一號 剛剛有加到嗎 剛剛有加到嗎 重新來一個 我試試看 再來一次 加入 選擇它 想起來它有一個有趣的功能是 你會出現一組 粉紅色的小點點讓你拉著跑 然後你如果這時候按滑鼠右鍵 它可以改變方向 所以這時候按滑鼠右鍵按一下方向 它就會變成這個方向跑 我在這裡可以加的 我在這裡也可以加 加上這個所謂的側點 所以剛剛其實上面 這個整個枕頭拉上去之後 它上面的側點不夠了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再來增加更多的控制點 對不起我一直講側點 其實是控制點 好 那我們看看如果是這個方向 一樣 按加入 點它 應該是有的 F8拿掉 我覺得F8是一個壞東西 試試看能不能這樣加在這裡 有 這樣就加了一排 那同樣的道理你可以再做一次 加 左邊要有 右邊要有 可是這個時候怎麼做對稱我就不會了 好 這我先跳過關於對稱的問題 我們先不care 點下去 唉唷 按鈕 再一次 可是希望加在兩排的中間 約略相等的位置 正交沒有 3D頂點 F4拿掉 難怪它一直鎖到奇怪的東西 好 看起來約略對稱 好 那為什麼要加比較多的V 這邊比較多的東西呢 因為待會我要往後拉 待會要往後拉 所以這個如果不夠的話 拉起來不好看 拉起來不好看 所以接下來呢 一樣的 我們可以用 選取 頂點 的方式 好 就是這個是一個 size 過濾器filter 然後 我們待會要用比例 他要玩一個比例的東西給大家看 玩比例的東西給大家看 然後 這個比較好 玩比例的東西給大家看 然後 然後 size選好之後 一樣 ctrl鍵 然後 繞一圈 滑鼠 不是ctrl鍵 講錯了 又來了 滑鼠點下去 然後 不放 然後 繞一圈 像在畫畫這樣子 繞一圈 好 所以這個跑掉了 跑掉了 點下去 滑鼠點下去 然後 繞一圈 回來 這樣子 好 然後 稍微 可以 緩轉一下 我現在緩轉的方式 是按著 shift 然後滑鼠滾輪 shift 滑鼠滾輪 這個是可以做緩轉動作的 好 完了以後呢 我現在 是屬於比例 我們確定一下 我們現在是屬於比例的空點 然後 我待會要 要往後做比例的延伸 所以我讓RGB 現在在 XYZ的YZ平面上要做比例 空點 所以 我現在滑鼠移到 綠色的棒棒 RGB 跟藍色的棒棒 RGB G跟B的中間 這個 我叫它蜘蛛網 給它去 好 然後 往後面拉 為什麼拉不動 確定一下 好 稍等 剛剛查一下 不是用比例空點 不是用比例空點 我們改一下 我們改 成移動空點 好來 移動空點 然後滑鼠停在 中間這個區域 然後 點下去 往後拉 這時候拉出來 就會很好看 就會拉出來 就會很好看 就變成這樣子 好 所以呢 它就可以產生 你剛剛拉那幾個點 我剛剛其實 Ctrl Z 好了 我覺得 最旁邊那兩個點 不要拉好像會比較 會比較自然 不確定 好了 這個我覺得 這個是 美學上的選擇 也不用太在意 基本上 你拉的東西不一樣 你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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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先拉一半 然後 你可以再選一次 這次選少一點 好 這次選少一點 我這次就選 這個區域就好 等一下 我這次選這三排就好 好 就是每一次你要選擇那些控制點的時候 就確定這個篩子有打開 OK 然後滑鼠停在這裡好 我這次拉這個點為中心 你可以這樣分次拉 好 所以它就會越來越自然 那最後一次呢 我拉中間 這三個點好了 就是Just for fun 好 反正呢 這個 這個 曲面編輯呢 不用太大的負擔 好 就是 好玩就好 停在這裡 拉綠色的棒棒 OK 好 那這樣就完成了 今天晚上要demo的最後一個 就是 這個叫什麼 最後一個 3D曲面的一個編輯示範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些收穫 那最後最後就是這個側點呢 或是這個控制點很難看的時候 就按一下隱藏就不見了 就全部不見了 然後 把它放到一個 我們把它放到一個不同的顏色 稍微欣賞一下 好 以上是我們今天 呃 所講的關於曲面的一些特殊的編輯 那這跟我們以前 3D實體的斷面混層 斷面混層 斷面混層 很不一樣 斷面混層它出來的東西 其實還是有一點呆板 還是有一點呆板 還是有一點呆板 那這個 用曲面做出來的東西可以增厚 剛剛有示範過增厚 這是增厚的一個效果 那也可以有這個 甚至裁切 有些有點像是叫做修剪的部分 然後甚至呢 加上了這個NURBS 就是 Nine Uniform Rational Bezier Spline 就是 非均勻 有理 貝茲 雲形 曲面 的功能 所以讓你可以 隨時隨地的再重新的去做一些編輯 重新的做一些編輯 好 隱藏 這是我剛剛對 這是我剛剛做過的 一組 那你現在看不到一些測 這個控制點是因為它藏在後面 OK 那 我覺得不錯 那甚至 曲面按滑鼠右鍵之後呢 它可以做 曲面嗎 曲面可以做什麼 一般的曲面可以隨時按滑鼠右鍵轉換成NURBS 然後 是網面嗎 網面可以轉實體 網面可以轉曲面 那曲面 曲面不能轉網面 曲面好像不能隨便轉成網面 我試一個 這個是個曲面 曲面按滑鼠右鍵是不能轉成 對 應該是不能轉成網面的 但是網面可以轉曲面 你到網面這邊就這樣 網面可以轉曲面 可以轉實體 那 網面的教學呢 就請參考這個 3D網面滑鼠的教學 好 那我想有這麼多 freestyle的這種工具 我覺得應該會很有趣 那最後 有一個部分我不複習了 今天上課有教的就是 在網面裡面呢 有這個 所謂的 revolve serve 就是很類似 我們在3D實體裡面的回轉 然後有一個叫Edge serve 很有趣 畫四條邊緣曲線 它可以自己長成一個所謂的網面 那雖然 這個以前是曲面的指令 因為在你看它的名字叫Edge serve Surface 就知道它原來是曲面的物件 然後現在都已經放到網面的裡面了 那網面可以轉曲面所以沒差 然後再來就是這種叫直溫面的 你可以看一下 直溫面的 然後這個叫板斬 曲面 板斬曲面呢 就是畫一個1 畫面上的1這條線 再畫一個2 然後它就可以去 沿著那條線去做一個展開的一個動作 好 那這個都可以自己再去玩玩看 那 那關於網面 以及網面轉實體的部分 就請參考3D網面教學 以上就是我們對AutoCAD 曲面的一個 簡短的一個介紹 謝謝大家 那這幾個是 插曲可動的